在發放物資已經行之有年了 那特別呢 我們在這幾次的發放的時候 發現因為我們有普渡嘛 那有很多的物資 發現很多老人家都非常的不方便 把這個物資帶回家 所以在去年的時候呢 我們就把它改為現金 讓他們自己在過年的之間 可以自己來買自己需要的東西 我想也轉達了一個IT 希望他們拿到這個現金 能夠呢 在新的一年 能夠平安快樂 那尤其呢這個現金發放是比較方便的 讓他們自己在過年的時候 買自己需要的東西 這樣可能會來的比較好 因為我們這次發放的區域 然後總共的大概有多少 有多少人收 我們這次發放的區域就是 我們山灣頭份造橋 總共有五百多戶 受益五百多戶的鄉親 團結 webpage意見 請 dispute 488-10% 即demi 谢谢大家